今天我们画这个小蚂蚁的时候 现在蚂蚁的 这个纸的左侧 纸的左侧 我先画一条短线 然后呢我让它的身体是斜着往下 这个位置我打算一会画头 让它往下一点吧 让它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中间斜着往下 然后呢我们要画它一个 尾巴 椭圆形 尾巴 好然后呢 加上一个 长方形来当它的头啊 这是头肚子 中间这一块呢 它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啊 我们先画一个三米色口 来当它这个 第一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画一个斜线线 然后把它画成一个triangle 把它连上 我们给这个蚂蚁画上 腿 那腿先往上去 然后折下来 然后折下来 然后它在跟左边差不多的位置 画一条线 把它画宽 两条线 到这个位置呢 让它收一下 这边呢 这边呢 让它上面细 下面粗 下面也画成两条线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脚 感觉它是个小弧线 翘起来 再折一下 好 这是最靠近我们的最粗的这根腿 另外一边呢 也有条腿 画在 后面 一点点 然后差不多平的位置呢 让它折下去 同样让它有转折 往下 感觉其他的部分被它挡住了啊 好 现在把身体的中间这一部分画的像个爱心一样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 先画一个圆 这是我们画它第二对腿了 然后画上去的时候呢 让它比第一对的这个腿可以稍微的矮一点啊 它超过它没有太多 然后呢 把它给折下来 这是感觉它重叠的部分啊 刚开始画了 你看 一组线是从下面粗往上窄 然后又画了一组线是同样的位置 从上往下 竖下来 之后呢 把中间擦掉 擦多了啊 没关系 我们把它再画出来 感觉 感觉什么呀 感觉就像是 就像是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腿啊 这个地方 比如说它是连接的 我把我的 这两只笔捏住 感觉它像是 同样的 一个蚂蚁的腿 它这样可以动啊 上面我捏住的部分是它的join part 好 那我们从正面看 看着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啊 所以呢 我可以 我可能能看见后面的腿一部分 但是呢 被前面的腿给挡住了 所以现在画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这两个是落着的 有left over 重叠部分 好 继续顺着这个往前画 注意看这个脚的位置哦 要跟它差不多在一个平行线上 有一个往前伸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上面稍微的折下来一点 另外一边的腿呢 因为它跟它很接近啊 所以我们可能上面看不到了 我们画下面的这一点 好 然后呢 把这个底下画成个圆的 用曲线把它给分成两部分 把它划成圆的 让这个位置 加一点点细节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 注意 你看我们上面这个三米色口和下面中间这一间交叉的位置 我们先画一个往下收的 一个形状 然后再往上折上去 好 然后呢 往下 往上这样 这里我们刚才看 它这儿有一根小毛是吧 我们给它加一点点 接着呢 这儿有一个转折 给 折过来 再往前 然后把这个给它画上三角 好 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腿 同样的位置啊 差不多一样大 加一个小尖 一个转折 跟这边一样啊 重复刚才画腿的步骤 给它画出一些细节 好 画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蚂蚁的头 画成一个接近于一个椭圆形的啊 然后再靠近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画一个小短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这个蚂蚁的半侧面啊 所以靠近我们这半边要稍微的大一点 然后蚂蚁的眼睛呢 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可以画一个圆圆的蚂蚁眼睛 蚂蚁的嘴巴呢 就顺着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小线往上画出去 然后收下来像一个坚硬的刀一样啊 有一个坚硬 这是后面的 好 现在我要画它的触角 它的触角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在这个位置啊 我先把它画这个触角扬起来 然后上面是它的另外一节触角 然后它呢 感觉是长在这个结构里头啊 双线 它没有多粗 但是它还是有这个结构在这 它是两条线的 上面呢 感觉一个套着一个啊 一节一节 你看 像画小杯子一样 一个套着一个 杯口朝下那样的小杯子 另外一边还有一根啊 画的时候先画它的形状 重复刚才的步骤 把这个小蚂蚁的触角 加上像倒扣的杯子一样的细节 从上往下也可以 从下往上也可以 好 可以稍微的给它加一点 因为它离我们更远一点啊 又比这一根触角比起来呢 比我们又稍微远一点 如果我们想让它距离感出来 空间感出来的话 我们就要有意识的 让后面的这一根稍微的不清楚一点啊 包括我们画腿也是一样 你看画肚子上的时候 把它分成两层 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 下面一层像肚皮上画舌的时候 我们画的是轻云的去 上面的是这样斜着啊 而且画的时候 把每一个都给它分出一点点距离 好 我现在拿出来的是5B的 刚才我画形状的是2B的 我现在给它画明暗了 画明暗的时候 先确定光线的方向 在最亮的地方留出高光 高光的旁边画明暗交接线 把明暗交接线的旁边加深 明暗交接线以外的暗部呢 用小擦笔擦一下 这样能够让它的明暗更丰富 用这样的方法画出来呢 这个眼睛就会闪闪发光 我画明暗的时候 我是用打线条的方法 用一根一根 两头浅中间深的线排在一起 一排均匀的画出一排一排的线 因为它两边浅中间深呢 可以很容易的把明暗融合在一起 蚂蚁的质感是比较光滑的 所以我们用擦笔把明暗揉一下 这样呢能够看起来它的质感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把圆图找出来 按照圆图上的明暗 开始给它把这些明暗给画上 明暗是我们塑造形体和质感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 注意明暗关系之间的过渡 我们把圆图的明暗抄下来 是最简便的一种方法 因为造成明暗的原因呢 有很多方面 比如说光线 比如说质感 都会给它造成不同的明暗 那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 只要按照圆图中的明暗 把它给如实地表现出来 就能够把它的光感和质感表现出来 在画明暗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避免画面出现脏 灰 花 乱 大体明暗画上去之后呢 我们要再把画面给拉远 自己看一看 最后一步 我们要调整它的明暗关系 因为第一步 我们是把大体的明暗先画上去 把亮部暗部区分开 再一步呢 就是暗不够暗的地方呢 要继续画暗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用擦笔来擦一擦 让我们的光线过度的 明暗过度的更协调一点 明暗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再给它加上一些细节 比如说它每一层的肚子 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转折 我们把这个转折的过程中 加上阴影 现在呢 我们是在给蚂蚁的身体下面 给它加上整体的阴影 阴影是塑造它的立体感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了这个阴影呢 这个蚂蚁就能够站起来了 让靠近蚂蚁的位置 阴影重 离得越远呢 阴影越浅 最后把小细节卡一卡 卡一卡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小的细节再给它用笔 仔细的描绘一下 调整明暗关系的时候要多比较多观察 要从大处桌眼 然后画的时候要仔细一点 最后再加上一些小的细节 到这里呢 我们的蚂蚁就画完了 希望您喜欢本节课的内容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节课再见